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防过劳条款 是用范围扩大这所有的工作者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次的修法更赋予劳工拥有所谓的紧急退避权 也就是如果劳工在执行职务 发现有立即发生危险之余时 可以自行停止作业 退避到安全场所 并立即向主管报告 且雇主不得解雇 调职 不起付 停止作业期间的工资 或其他不利的处分 从事高风险行业的大楼清洁员认为 这是有感政策 这个蛮不错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厂城那边 然后人家提供的那个装备不好的话 我们通常会是跟业主去反应 然后如果业主不理会的话 我们也会去退避 就等大家做好就再继续做 老委会表示 通常紧急退避权必须是要有绝对的事实 才得以行使 例如核藏水位升高 不宜再进行挖土机施工等等 但也呼吁劳工不要滥用 因为如果雇主提出证明 劳工滥用停止作业权 经主管机关认定 并符合劳动法令规定者 就不受到紧急退避权的保障 洗大楼一样 如果说真的有立即危险 他没有做好这个措施 那当然也可以采取这个退避权 但是要有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有定了这个规矩 就是说你滥用这个退避权 那这个也不可以 没有立即达到立即危险的状态 其实可以要求处处改善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边也不通知 也不做什么不可以 紧急退避权 让劳工有权可以拒绝 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长期从事危险职业的 阿美族大陆外墙清洁员表示 确实增加了自己的安全保障 记者 巴鲁马耀 台北市新北市新店采访报道